1月8号至11号,来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等14个国家的世界知名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学者代表访问新疆多地,实地感受中国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成员参访了多处历史文化宗教场所。 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对中国新疆反恐去极端化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表示支持和充分肯定,在自治区博物馆领略新疆独有的民族文化。 一个个访问行程,让大家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新疆,并经验见证这里改革发展稳定,宗教健康发展,依法保障人权等情况。 新疆这片大地上产生的古老文化绚烂夺目,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如何致力于保护多民族文化,让其灿烂美好的呈现在世界人民眼前。 代表团还先后前往新疆阿勒泰市喀什市进行参访。 我们在新疆看到了中国政府所付出的努力,新疆的确是一个多宗教共存,相互宽容的地区。 这里的穆斯林也受到了尊重,这是中国在国家立法框架下对人权保障的证明。 在走过新疆几个地方后,我们看到了和之前所接触到的信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发现这里的人民彼此有爱和谐,穆斯林群体和其他人们相互尊重,大家都在积极维护,团结和国家统一。 代表团成员表示,未来将会把访江期间的真实见闻介绍给更多人,让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认识中国新疆。 在新疆,我们看到了人们如何享受生活,享受发展,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中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 世界需要的是合作,而非排斥。